各位网友大家好,这一期视频继续来聊一下今天早些时候台军的坠机事故 果不其然啊,我没有猜错,民进党台湾当局又把这一次的锅摔给了老共 把这一次的坠机事故怪到了中共大陆头上 今天3月22日,早些时候台湾有两架F-51战机是在训练中发生了碰撞,导致坠海 目前呢,已经找到了一名飞行员,但是呢,很不幸已经是死亡了 那么另外一名飞行员呢,目前为止下落不明 我估计生还的可能性其实也不是挺大的 所以从人道主义来看啊,这是一起不幸的事故 但是呢,民进党呢,这次又选择把锅摔给了老共 民进党的优良传统啊,就是内事不决怪国民党 外事不决怪老共 千错万错,永远都是别人的错 我民进党永远没有错,我永远爱台湾 今天早上发生的坠机事故 那么今天下午的时候,台湾的民进党的政客吴一龙啊,就表示就放话了啊 这次坠机啊,是因为共机不间断的侵扰 让台军的战备和训练压力日益加重 所以产生了这起坠机的不幸事故 所以老共,你的错 民进党怪老共也就罢了 但是我看了一下外国媒体 路透社竟然也要来凑热闹 也要把锅摔给中共 那么路透社在晚些时候也是报道了这个事 而且呢,把这个事故怪到了中国大陆头上 他是这样报道的 他说,本次坠机是台军在最近两半年内 第三次出现战机坠毁 这次坠机发生的时间背景是 解放军共军军机每天都会前来巡航 导致台军每天得出勤拦截 压力越来越大 那么换句话说呢 路透社的意思呢 就是台军坠机要怪解放军 给台军的压力太大太大了 而且路透社呢 他还声称啊 台军的空军训练有素装备精良 配备了大量的美式装备 他在文章的最后啊 还吹捧了一下台军国军啊 但是你是烂泥 扶不上墙啊 你配得上训练有素装备精良这几个字吗 装备精良 你配备的是一些美国的二手三手的武器啊 F5战斗机是你知道这个战机是几几年服役的吗 1960年代啊在当时可以算是精良 但是现在时间已经到了2021年啊 对岸已经有了歼20歼16歼10 你还在用这种古董机 你还有脸说装备精良 训练有素就更不要提了 你这点压力都承受不了吗 堂堂的一个军人 没有一点承受压力的能力 给你一点压力 你就哭颠喊娘了 妈妈我受不了了 共军来了 妈妈叫我回家买 买一个计程车票回家 所以台军啊 永远都是一群草莓兵 难怪胡锡进今天也是草粉了一下台军 胡锡进老胡 环球时报的主编胡锡进 他发了一条微博 开玩笑 他说老胡认为啊 整个台军空军不会是纸糊的吧 这么不禁折腾 这还没打仗呢 就已经这样了 民进党当局还不断的叫嚣 捍卫主权开什么玩笑 要我说今天的国军 可比1949年平津地区 副作义集团的相对战斗力差多了 所以我觉得胡锡进啊 他真的是很牛啊 文字攻击 怼人的功夫特别牛 没有一个章字 但是句句在理 民进党气得跳脚啊 民进党那个国防部长 前几天还叫嚣 共军你要打多久 台军就跟你打多久 奋陪到底 苏贞昌 苏扫把也说 我们台湾啊 要占到最后的一兵一卒 最后一滴血 我苏贞昌 哪怕最后只有扫把了 我也要拿扫把 打老购 但是你现在解放军还没有登岛 只不过是一些例行的 在台海附近的一些巡航 就已经吓得台军 手足无措了 把飞机开到海里面去了 请问你 台湾当局叫嚣的那个 以武巨统的底气 我请问你 从何而来呢 现在两岸的实力 已经发生了一个逆转 而且是不可逆的 反转啊 180度反转啊 你当年配备了F51 什么幻影战斗 很牛逼啊 当年 我承认确实当年大陆的军备 没有赶上 没有赶上西方 甚至连台湾岛都不如 因为台湾岛可以买一些 法国和美国的高精尖的武器 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 中共 中国大陆依靠自己完备的军工体系 造出了多少的先进的战斗机啊 军舰啊 航空母舰啊 你不管是从质量也好 还是数量也好 都是碾压你啊 所以说台军 根本就没有实力来跟中国对抗嘛 来跟中共对抗嘛 你要知道 一个人走夜路 他是非常怕的 那么一般人都会干什么 吹口哨嘛 给自己壮胆嘛 现在台湾的情况其实就是一样的 走夜路 吹口哨 表面上叫嚣啊 我要跟你站到一兵一卒 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今天台湾那个陆委会还出来叫嚣 请问你的底细从哪里来呢 民进党啊 而且视频的最后啊 我还想来说一下民进党 民进党对待台湾的军人 真的是特别的 刻薄 特别的苛刻 平时要用的时候 就狠命的消费 就让他们冲到前线 出勤 巡航 拦截供机 不用的时候呢 就砍军功教的年金 还骂了一个台湾的军人 当然的是一些退休的老军人 说你们这些老军人啊 国军啊你们是没有用的米虫啊 你们是蛀虫 你们凭什么拿这么多的退休金啊 你们住空了台湾的经济 所以我要砍掉我不满意 老一辈的台湾国军啊 守护了你 这个所谓的中华民国台湾 民进党你扪心自问一下 没有了这些所谓的国军 还有你这个中华民国台湾吗 所谓的中华民国台湾吗 你还能高枕无忧吗 然后呢 这一群老的国军退休了 你就把他们赶出家门 不给他们生活费 这还有天理吗 所以年轻一辈的台湾军人啊 你们真的不要再去当民进党的炮灰了 民进党当局真的是害了这些年轻人 给他们洗脑 洗成了绿蛙了 一个个特别自大 台湾No.1 台湾武器世界第一 全世界都围着台湾转 没有了台湾芯片 全世界都要崩溃 台湾的年轻人啊 还有军人都需要啊 去外面转一转 看一下外面的世界 到底是不是民进党 依靠他的大内宣 创造的一个幻境 培养一个飞行员的代价 是多么高昂的 你短短的数月已经损失了好几名飞行员 你还怎么打仗啊 老共还没有打过来 你就非战斗性损员了 你用嘴打仗吧 好吧 视频的最后啊 其实我也不想去聊这个台湾的鬼岛鬼市了 真的是特别可笑 你不觉得可笑吗 民进党什么事都要怪老共 波罗卖不出去怪老共 波罗卖给中国大陆也怪老共 怪老共统战 台湾这个外交空间不行 怪老共 去核不行 怪国民党 怪来怪去 永远都是别人的错 这个党啊 永远不知道找自己的错误 一个永远不会找自己错误的人 或者是政党的话 我觉得他们灭亡的时刻应该不远了 好吧 今天这期视频就随便聊一下 喜欢我的网友 希望大家多多订阅 谢谢大家